男人明明没有犯罪 可身后的同伴们却集体手持长棍 准备将它推入 身后缓缓关闭的具墙内 男人害怕地哀求同伴放过自己 似乎墙体后面藏着什么可怕的怪物 但为了整个村子的安全 众人还是无情地将它推了进去 随着巨大的墙壁缓缓关闭 男人发出绝望的呐喊 原来墙体的后面是一座不断移动的迷宫 而男孩们就被关在正中间 每天早上 迷宫的大门就会自动打开 他们可以出去寻找出路 但必须赶在夜晚来临之前回来 因为大门到了晚上就会关闭 一旦有人还停留在迷宫里 就会被夜晚出没的怪兽吃掉 为此被困在这里的男孩们 制定了基本的生活秩序 由一部分跑得最快的行者 每天出去寻找出路 而其他人负责种植农作物 勉强维持着生计 可过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男孩们始终没有找到通往外界的出口 直到一名男孩的到来 才带领大家逃离了这可怕的迷宫 原来每过一个月 秘密通道里就会送来一名新人 以及大量的生存物资 但送上来的人无一例外 都被抹除了记忆 初来乍到的托马斯 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由于害怕 拼命地往前奔跑 直到他被小草绊倒在地后 才发现四周被上百米的高墙所包围 而唯一的出口 就是前方那条通道 为了了解这里的情况 他找到队长老黑 打听那条通道通往哪里 可无论他如何询问 老黑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 甚至还发出警告 没有他的允许 绝对不能擅自进入那条通道 这让托马斯郁家的好奇 想要弄清围墙后面到底是干嘛的 直到两名男子从那里走出 他还以为大门后面 就是通往外界的出口 为此他不顾老黑的警告 准备走进去一探究竟 就在这时 一名强壮的男孩将他推倒在地 说什么都不肯让他进去 很快两人的争执声 吸引了其他同伴 此时的小马根本无法理解 为什么所有人都反对自己进去 似乎看起来也没什么危险的 结果下一秒 围墙后面突然吹来一流血风 在小马疑惑的目光中 两侧的墙壁竟开始往外动 随着巨大的齿轮的震 大门很快就完全关闭了 要是人站在里面 怕不是要被夹成肉骨 此时的小马已经被惊得目瞪口呆 不仅如此 到了晚上 迷宫内部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身为副队长的黄毛告诉他 原来迷宫的墙体每晚都会发生一动 这就是他们三年来 始终无法找到出路的原因 随着夜晚的到来 还会传出怪兽的阵阵嘶吼声 从来没有人能在里面活过一个晚上 起初的小马还是半信半疑 可直到第二天他在树林中闲逛时 突然被一名发疯的男子袭击 危机关头 小马捡起地上的海骨进行走击 在拼命挣脱后 他快速跑出树林外 吵闹声吸引了周围的同伴 他们很快就将这名男子控制着 当掀开他的衣服后 众人才发现他感染了病毒 原来男人昨天外出时 被怪兽刺伤悄悄隐瞒了下来 为了大家的安全 他们不得不将同伴强行驱赶 随着深夜的到来 等待他的结局无疑是被怪兽吃掉 经过这次事件 小马彻底相信了同伴的话 第二天 队长决定亲自和另一名行者 一起进入尼宫 想要弄清怪兽为什么白天会出来袭击 可没想到又发生了意外 整整过了一天的时间 大家始终没有看见两人的身影 随着关闭的时间到来 墙壁两侧开始缓缓移动 如果他们再不敢回来 那就完蛋了 好在小马终于在最前方 看见了两人的身影 但老黑似乎身受重伤 昏迷了过去 身为同伴的米诺不愿抛弃队长 独自离开 一直拖拽他的身体 眼看迷宫的大门即将关闭 小马突然脑子一热 不顾危险地冲向墙壁内 好在他有惊无险地跑了过来 米诺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傻的人 第一次进入迷宫的小马 显然还没有见识过这里的危险 眼看夜晚马上就要来临 米诺不想留在原地等死 准备找的地方躲起来 但小马的第一想法 是先把队长藏起来 但就在这时 小马看见了墙壁上的藤蔓 于是两人利用藤蔓 把老黑掉在高处 这样才能保住他的性命 可就在这时米诺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墙体路之河时一看 里面走出一只灌兽的身影 惊恐之下他直接不管两人 独自跑走了 眼看灌兽正在靠近 小马躲进了茂密的藤蔓了 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等灌兽离开后 他赶紧把绑着老黑的藤蔓固定后 下一秒灌兽又出现 小马见状赶紧离开了原地 可第一次进入迷宫的他 根本不知该往哪方 很快就迷路了 突然自己的肩膀上 多了些不明液体 他转头一看 一只灌兽从天而降 吓得小马拼命狂奔 速度堪比博尔特 但最终还是被灌兽逼到高处 无奈的他只好纵身一跃 抓住强体的藤蔓 而灌兽也随之跟了过来 好在坠落的过程中 他被藤蔓缠住 暂时无法前进 这让小马有了喘息的时间 就在这时 米诺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原来是放心不下的 于是两人又拼命逃跑 但这时的小马却停了下来 他发现旁边的墙体正在合拢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看着追过来的怪兽 小马毫不畏惧地大声挑衅 他将怪兽引到正在合拢的墙体 最终凭借自己的智慧 成功反杀了怪兽 等到第二天 迷宫的大门打开后 众人看见两人活着走了出来 都感到了不可思议 因为从来没有人 能在里面度过一夜 当得知小马杀死了怪兽 大家都聚在一起讨论 身为保守派的大壮 认为托马斯自作主张闯入了迷宫 不仅违反了这里的规矩 还杀死了和平共处的怪兽 谁也无法预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此话一出 大多数人表示抗议 而米诺也十分认可小马的行为 毕竟被困了三年 从来没有人杀死过怪兽 我们需要这种人才加入到行者 帮助大家逃脱迷宫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时 外面的笼子突然有动作 众人纷纷跑过来查看 铁笼里竟然送上来一名女孩 而且算算时间 居然还提前了半个月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果不其然 女孩的手掌中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的内容说这是最后一个新人 这也意味着再也不会有物资送来 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就在这时 女孩突然惊醒了过来 说完便晕了过去 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 一脸猛逼的小马 比起这个 其他人更在意的是 如果没有物资送上来 他们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 想到这里 小马觉得不能继续坐以待病 他打算再次进入迷宫 寻找有用的线索 米诺得知他的想法后 找来几名行者 大家一起进入迷宫里 很快来到了怪兽死亡的地方 众人把怪兽从墙壁内拉了出来 并且在他的内脏里 找到了一个还在运行的电子仪器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发现 众人回到营地后 米诺却悄悄带着小马 来到树林深处的一个茅屋 进去之后 他迫不及待地掀开桌子上的白布 而上面竟然是整个迷宫的地图模型 详细的不能再详细 原来这是米诺和行者 好了三年才做出来的 也就是说迷宫外围 根本找不到通往外界的出口 这个秘密被行者们隐瞒了下来 因为一旦所有人知情 势必会引来巨大的恐慌 但好在怪兽身上的电子设备 让米诺看到了逃出去的希望 因为迷宫里一共有八个区域 而电子设备显示的数字7 代表着被杀的怪兽来自第七区 这肯定还有没发现的隐藏通道 米诺打算明天前往那里 看看电子设备有什么反应 就在两人谈话中 突然有人前来通知 刚刚的女孩已经苏醒 而她也同样失去了记忆 害怕任何人靠近自己 但看到小马的那一刻 她感觉这个人十分眼熟 内心隐隐告诉自己 她值得信任 随后女孩拿出身上的两管试剂 交给了小马 看着管子里装有的蓝色液品 虽然小马不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 但她的内心却感觉 这好像是解毒计 小马把想法告诉了副队长黄毛 他打算给感染病毒的老黑试一试 看着他痛苦不已的模样 众人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 随着一针试剂下去 老黑瞬间安静了 虽然看起来有了效果 但谁也不知道最终会是如何 第二天一早 米诺带着小马进入迷宫 他们一路奔跑来到了第七区 神奇的是 他们刚到这里 电子仪器上就有了反应 两人根据仪器的指引 来到了一处隐秘的角落 米诺说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 虽然这里十分的空旷 但走廊的尽头却是一条死路 可这是仪器上的亮灯 突然变成了绿色 下一秒身后的墙体防缓打开 随着机关的转动 最里面出现一个漆黑的动望 两人带着好奇走过去 米诺在洞口旁发现了 一团粘稠的液体 看来里面是怪兽的大本 没等两人进一步确认 洞口的最深处突然亮起光光 紧接着射出一道红线 随后墙体传来巨鲜 意识到不妙的两人赶紧撤路 当他们来到外面时 地上的石墙撬动了起 紧接着身后的墙体 正在加速崩塌 两人与死神竞赛 往回去的路拼命奔跑 赶在路口封闭之前 成功脱离了困境 小马和米诺回来后 把发现新通道的好消息告诉众人 那里或许是出去的路 但话音刚落 就遭到了盖里的反对 他觉得小马盲目地触动 迷宫机关 很有可能会带来可怕的灾难 两人下一秒就争吵了起来 这时小美赶来告诉大家 队长苏醒了过来 随后众人来到老黑的面前 却发现她坐在床头一脸 身无可恋 原来她醒来后 恢复了全部的记忆 并且情绪激动地告诉大家 我们不可能离开这里 还对小马说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 小马一脸的茫然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 等大家走出来查看时 才发现迷宫的大门 到了晚上居然没有自动关闭 甚至四周 还可开启了一条通道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迷宫里走出大量的怪物 迅速冲了进来 大家吓得四散而逃 但还是不断有人被猎杀 小马一行人躲到了茫屋里 听着外面没动静 他们还以为安全了 可下一秒老黑突然被怪兽抓住 小马想要过来救他 可小小的双手哪能争得过怪兽 老黑临死前告诉他 一定要带着大家逃出迷宫 说完他被怪兽抓跑 小马见状不顾同伴的阻拦 冲出茫屋想要营救老黑 却发现怪兽们已经离开了 这是迎面走来的盖里给了小马一举 他把这一切的灾难都归咎于小马 毕竟小马来到这里之后 营地从来没有平静过 面对那么多惨死的同伴 小马也感到十分的愧疚 为了能恢复记忆 他抢过怪兽遗留下的机械针 朝自己的身体扎去 因为老黑就是注射解毒剂才恢复记忆 在他昏迷的时候 脑海里闪过许多实验室的回忆 经过一晚上的时间 小马想起了一些零碎的记忆 原来他和小美都是幕后操纵人员 负责把男孩们送进这个迷宫 进行实验研究 目前小马也只想起了这么多 事到如今 支持小马的其他人没有怪他 毕竟他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齐心协力逃出迷宫 但经过昨晚的灾难 以盖里为首的保守派 却把小马和小美抓了起来 他们打算献起两人 求得与怪兽和平共宠 这时小马趁其不对发起的机 将身边的两人打倒 李诺等人以迅雷奥之势 把推其他人 随后他们手持武器 推到迷宫口 小马表示留在这里早晚被困死 还不如冒险搏一搏 起码还有逃出去的生机 最终一部分人被说服 跟着小马一起离开 但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继续留在这里 小马见状也不愿再多说什么 转身带领大家进入迷宫 随后他们来到了第七区 可没想到通往出口的路上 居然出现了一只怪兽 眼看这是出口的必经之路 小马号令众人 拿出武器和怪兽决意死战 南海们毫无畏惧地冲向怪兽 用手中的长矛不断进攻 虽然在怪兽的反击下 有人不断牺牲 但求生的希望让大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最终怪兽寡不敌众 被南海们推下了一旁的深渊 可由于动静太大 深渊下面又爬出了更多的怪兽 众人一路且战且退来到了洞口的尽头 但出去的路却被大门堵上 上面出现了一个罗盘 显示需要八位数的密码 才能打开出口 小马猜测是迷宫开启的顺序 了解迷宫的米诺赶紧喊出了 八个迷宫的开启顺序 随着小美把密码输入进去 罗盘变成了绿色 而身后的石墙迅速关闭 隔绝了冲上来的怪兽 众人穿过一道铁门 缓缓走了进去 才发现这里是个实验室 但奇怪的是 地上躺了几个工作人员的尸体 这里似乎遭遇了袭击 这时电脑屏幕上 突然出现一个女人的录像 她自称是负责男孩们实验的博士 接着解释了测试他们的目的 原来太阳烤焦了整个世界 饥荒 灾难在全球蔓延 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 不知从何时起 一种致命的病毒 侵袭全人类的大脑 为了研制出病毒抗体 他们这批天生具有免疫能力的孩子 才会被关进可怕的迷宫里 在恶劣环境下 研究男孩们的大脑活动 找到对抗病毒的办法 可视频最后 一大批武装人员 袭击了实验室 女博士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盖里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样子是被怪兽刺伤 情绪变得不稳定 盖里说完举起了手枪 对准了小马 米诺扔出长矛 结束了盖里的生命 而小胖为小马挡下了这一枪 倒在地上没了幸运 故事的最后 一批武装人员冲了进来 接种人离开了实验室 当大家坐上直升机时 才终于看到了迷宫的全貌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重获自由 却殊不知自杀的女博士并没有死去 而是出现在一个会议室 原来这也是女博士的实验之一 幸存的男孩们乘坐直升机 来到一处满目疮痍的城市 等待他们的还有第二阶段实验测试 波马斯再一次从噩梦中惊起 他被人带下了直升机 这是无数药斑僵尸 也从四面八方一看 波马斯一边奔跑 一边看到了眼前巨大的当铁基地 少年们被带进了基地内部 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一个叫詹森的长官 带他们参观了基地 他把这里称为避难所 在这里可以洗热水澡 换干净衣服 还有热乎乎的饭菜 而在避难所里 还有很多像托马斯这样 从其他迷宫里解救出来的少年 他们才来这里不久 而最早来的阿瑞斯 已经来了一周多时间 长官詹森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每天都会随机挑选几名少年 去更安全的东部保护区生活 这也是少年们最向往的目标 大家都很期待自己被选上 唯独待的时间 最久的阿瑞斯却不这样想 托马斯看见和自己一起来的女孩 特雷莎被单独带走了 连忙追了上去 却被保安拦了下来 保安告诉他 只是给特雷莎做个寻常检查 托马斯和小伙伴们 被分到了新的宿舍 从没睡过床垫的少年们 兴奋得不得了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在担心特雷莎的托马斯 躺在床上睡不着 他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动静 而这个动静的声音 不是来自别处 就是在他的床底下发出的 托马斯低头一看 发现那个叫阿瑞斯的少年 竟然偷偷溜到了他们的宿舍 阿瑞斯招手示意 托马斯跟他走 托马斯不明所以 跟着他钻进了 好似迷宫般的通风管道 阿瑞斯带他来到一个窗口前 只见几个被盖着数据面罩的病床 被推进了一个仓库里 阿瑞斯告诉托马斯 这些白大褂 每天晚上都会偷偷送新的人进入仓库 而被送进去的人 再也没有出来过 阿瑞斯怀疑那些 被送到安全区的少年们 其实都被送到了这里 托马斯问他 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件事 他们两个并不熟 这还用问吗 你是主角啊 第二天长官詹森照例 在食堂挑选要送走的少年 托马斯和小伙伴说了 昨晚上的发现 纽特觉得在事情 还没搞清楚之前 最好还是先低调一点 但是冲动的托马斯却忍不住 托马斯假装 要跟着被选中的少年们一起出去 结果又被保安拦了下来 托马斯故意冲撞保安和他发生冲突 眼看就要打起来的时候 詹森赶过来劝假 把几个少年送回了宿舍 就当小伙伴们以为托马斯发疯的时候 托马斯从口袋里摸出了保安的门禁卡 原来刚才他是故意激怒保安 就是为了顺手牵羊搞到这玩意 他要搞清楚这个鬼基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但是纽特却觉得托马斯疑心过重 这些人把他们从WCKD公司里救了出来 给他们吃给他们穿 这里的生活比在迷宫的时候 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这时候艾瑞斯又出现了 看来二人是早就计划好了 托马斯不想和好兄弟纽特争辩 他只想找到真相 他很快就会回来 托马斯和阿瑞斯两人再次来到上次看到的仓库门口 托马斯用门禁卡打开了仓库门 在第一个房间里 托马斯看到了熟悉且恐怖的东西 大量鬼火兽的胚胎 他的内心已经开始感到了不安 紧接着在第二个房间里 两个人看到了更加让人震惊的场景 所有被送走的少年都被吊了起来 身上插满了管子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被药品 无断滴入从少年身体里提取的液体 这个时候仓库大门突然打开了 托马斯和阿瑞斯赶紧躲了起来 只见长官詹森和一个保安走了进来 他们开启了视频通话 而出现在屏幕上的人 竟然是上一部电影结尾 在托马斯眼前开枪自杀的艾娃博士 原来托马斯的怀疑是对的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反抗军的避难所 其实还是WCQD公司的分布 托马斯他们被骗了 艾娃博士在视频通话里 催促詹森赶紧把所有的少年进行实验 因为他们提炼解药的速度要加快了 表面上看詹森艾娃博士一头 被呵斥的灰头土脸 但是当他一转过脸 就看得出内心早已是暗流汹流 托马斯惊慌失措地跑回了宿舍 要大家赶快都跟他走 说着就去找东西堵门 大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托马斯告诉大家他看到的一切 托马斯带着众人从通风管道跑了出来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医生 他们挟持这个女医生当人质带着一起跑 结果半道上碰到了持枪的手 众人吓得转身就跑 但是作为身手最好的米墨却停了下来 托马斯捡起了枪 几个人通过女医生找到了特雷莎所在的医疗室 特雷莎正躺在床上休息 看到慌张赶来的托马斯也是一脸懵逼 而这个时候詹森已经带人赶过来 眼看守卫们就要闯进房间 托马斯用女子砸碎玻璃带着众人逃出医疗室 托马斯带着众人跑到了通道尽头 再次想用门禁卡打开门 结果门禁卡已经失效了 而这时詹森已经带着大部队赶到 托马斯等人成了瓮中之鳖 詹森得意洋洋的慢慢靠近 仿佛眼前的这几个人已经是带在高阳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大门从背后打开了 原来是阿瑞斯打开的 众人赶紧跑了出去 托马斯由于为了拖住众人而留在了最后 詹森命令关闭大门 他最起码要留住最主要的那一 在离开基地前 托马斯还送给詹森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基地外是狂风肆虐的沙漠废墟 为了躲避追兵 众人跑进了一处废弃的楼房里 从基地跑出来大家反而有些迷茫了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作为最早来的阿瑞斯建议大家可以往山去走 那里藏着真正的反抗军 去那里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大家发现这栋楼里可以用的东西还不少 有手电筒和各种旧衣服 于是在出发之前 大家决定先收集一些物资 托马斯和米诺往楼道的深处探索 刚刚逃出来的米诺还心有余悸 他说不想成为吊起来的药架子 托马斯向他保证 一定不会让他落到WCKD集团的手里 两个人发现了大量的电线散落在地上 而米诺竟然无意中启动了发电机 托马斯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瞬时间整栋楼房的电灯都亮了起来 一个要搬僵尸出现在铁网后面 然后越来越多的僵尸出现在二人面前 两个人吓得夺落而逃 两个人跑回小队集合的地方 众人看到托马斯身后紧紧追来的僵尸群 吓得魂都没了 只恨爹妈没有多伸出一条腿 众人往楼上跑 一个僵尸破窗而出扑倒了女客 眼看纽特危在旦夕 托马斯一脚踹飞僵尸救下了女客 几个人跑到一条狭小的通道 结果发现通道的尽头也是死路 唯一的大门被锁死 大家只能拼命地踹门 小伙伴温斯顿用捡来的手枪 不断射击冲过来的僵尸 企图拖延一下时间 团队里的小黑胖一发狠硬身体撞开了大门 众人赶紧跑进门里 可是断后的温斯顿却慢了一步 被追来的僵尸一把扑倒朝后脱去 众人终于救出温斯顿 带着他继续逃跑 几个人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躲在一处断墙下 直到熬到了天亮 眼看僵尸们都跑了 于是大家继续赶路 而出现在这群少年眼前的 是一片末日的城市废墟 昔日繁华的大都市早已荒废多时 大家走在马路中间 托马斯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而且这声音越来越大 托马斯赶紧叫众人躲起来 原来是WCKD集团的部队 还在到处搜寻他们的巷 几个人爬到了沙坡顶端 看着远处的山峰 那就是他们前行的目标 可还没等出发 被僵尸抓伤的温斯顿却昏倒了 大家于是抬着受伤的小伙伴前行 在中途休息的时候 托马斯和特雷莎聊了起来 本来聊得好好的 特雷莎却突然说他们其实应该回去 托马斯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特雷莎会说出这样的话 两个人之间第一次有了不愉快的分歧 一声枪响打断了二人的争执 是温斯顿出事了 已经感知自己身体变化的 温斯顿不想变成僵尸 他求大家结束他的生命 没人愿意这样做 毕竟温斯顿可是一起 从迷宫里出来的好兄弟 但是纽特却接过了枪 大家诧异地看着他 纽特却把枪交到了温斯顿的手里 让他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死 这种做法是对温斯顿最大的尊重 大家都很难受 特雷莎看了一眼托马斯 托马斯知道这一眼是什么意思 他也很自责 他带领大家跑了出来 却没有能保护好大家 先是小胖子扎克 现在是温斯顿 他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末日世界里 有一群能互相扶持的朋友 是多么难能可贵 但是他们随时都会遇到朋友 或自己的死亡 他们还要在这漫漫长途中 经受各种人心的锤炼 夜晚大家生了一堆篝火 米诺心有余悸地说 看来他们也并不是能免疫药斑病毒 最起码不是全部人都能免疫 特雷莎看着托马斯 他知道所有的事情 他知道真正能免疫病毒的 就只有一个人 这群少年不知道 在荒野里行走了多少天 终于在一天晚上 托马斯看到了远处 有闪动的亮光 而就在这时 天空开始电闪雷鸣 雷电风暴来了 众人发疯似的 往亮光的地方狂奔 在这种毫无遮挡的空间 随时都会被闪电 打成一堆焦台 众人跑进了建筑物里 特雷莎看着空荡荡的空间 嗅到了一丝危险 从四面八方冲出来 无数个僵尸 但是他们却牢牢的锁链困住 不能再前进半步 一个女孩出现在众人眼前 她闲停信步地穿过僵尸 原来这些都是她设置的看门狗 女孩叫布伦达 她带着少年们进入了建筑的内部 这里原来已经居住了一批幸存者 布伦达带着少年们 去见了她的养父老黑 当老黑听到这几个从WCKD集团 跑出来的少年 要去找反抗军的时候 他的眼睛亮了 因为他正好也想去投奔反抗军 而这群少年就是最好的敲门砖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WCKD的士兵已经悄悄潜入了阵 原来詹森早就知道他们会经过阵 已经带着大部队包围了这个区域 眼看WCKD的士兵已经突破了防线 老黑启动了建筑自毁倒计时 然后带着几个少年来到了秘密隐藏的逃生处 几个男孩亚麻呆住了 这逃生通道谁敢逃啊 老黑一马当先做了个示范 少年们一个个的都滑了出去 轮到托马斯和布伦达的时候 追兵已经赶到了 两个人没办法只能换条路走 当二人走过钢筋铁架的时候 正好老黑启动的自毁装置时间到了 沙内间整个建筑物开始了连环爆炸 托马斯和布伦达抓住绳索 拉到了地下的道 两个人逃过一劫 但是刚才进来的入口已经被巨石挡住了 他们也和其他人分开了 布伦达却一点不担心 钉子萨爽的他丢给托马斯一根手电 带他向通道深处走去 这是托马斯第一次被别人带着走 但是阴暗的通道里暗藏着危险 在一个岔路口两个人停住了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布伦达看到一个入口里布满了藤蔓 这个时候一只老鼠突然从管道里跑了出来 它歪歪扭扭跑向了藤蔓深处 原来藤蔓里藏着沉睡的药斑僵尸 老鼠的动静惊醒了越来越多的僵尸 两个人拼命地奔跑 终于跑出了出口来到了外面 但是僵尸还在紧追不舍 两个人没办法只能沿着废墟往上爬 两个人爬到了倾斜倒塌的大楼里 而身后的僵尸则越追越近 布伦达一个没小心手滑了 跌落到一块玻璃墙上 还好玻璃墙没碎 但是布伦达发现裂缝正在不断扩大 托马斯为了就布伦达也滑了下来 就当托马斯准备伸手拉布伦达使 没想到一只要斑僵尸也冲了下来 他可不管会不会掉下去 他只想大快躲一眼前的食物 眼看布伦达命在旦夕 布伦达抽出一根铁钢一把敲碎了玻璃墙 他就吓了布伦达 他吓了一下就继续赶路 他们要找到已分开多时的其他人 他们来到了幸存者聚集的区域 布伦达要找到一个叫马库斯的人 据说他能带人去反抗军的总部 老黑带着其他少年肯定也会找他 这个阴阳怪气的酒吧老板 听说托马斯要找人 强迫他们俩喝下迷幻烈酒后 才放他们进酒吧找人 神志开始不亲的两个人 在酒吧里找寻其他人的踪迹 但这里的所有人都在醉生梦死 没人关心明天会怎样 只要现在快乐就好 布伦达也变得眼神迷离 他搂着托马斯 要他不要再管其他人 托马斯虽然亲吻着布伦达 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一直想着特雷莎 托马斯最终坚持不住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后 发现小伙伴们都在身边 果然老黑带着其他少年也来到了这里 老黑把酒吧老板绑了起来 原来他就是马库斯 马库斯已经投靠了WCKD集团 利用酒吧吸引少男少女在这里寻欢作乐 让WCKD来挑选合适的带走 老黑拿出手枪 逼问出了反抗军的大概山区位置 但由于路途遥远 老黑顺走了马库斯的爱车 这是一款1989雪佛兰萨伯班 萨伯班是雪佛兰的经典车型 号称是SUV鼻子 车开到山区公路的隧道前就被挡住了 众人下车准备步行前进 但是突然有人朝他们开枪 众人躲在车后 却看不见开枪的人是谁 老黑拿出炸弹递给托马斯 准备让他来个声东击西 突然出现的两个蒙面妹子拿枪对准了他们 但是没想到两个妹子竟然都认识阿瑞斯 原来他们原本是一个迷宫出来的人 只不过两个妹子被真正的反抗军就走了 两个妹子带他们通过前哨战 然后一路驱车带他们来到了反抗军的总部 反抗军老大胡子哥接见了他们 可就在这时布伦达突然昏倒了 胡子哥以为这群人带了的僵尸回来 准备开枪打死布伦达 千军一发之时 一个女医生认出了托马斯 原来女医生是艾娃博士的前同事 由于不认同艾娃博士的做法 所以叛逃出来加入了反抗军 女医生告诉托马斯 年轻人的大脑里可以提取出一种药剂 可以减缓药斑病毒的扩散 维持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种药剂无法量产 所以WCKD集团只能不断地从年轻人身上提取 女医生给布伦达注射了一针药剂 布伦达状态果然好多了 托马斯在山顶上找到了特雷莎 特雷莎突然向托马斯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在她很小的时候 亲眼看着母亲变成了药斑僵尸 她不希望这种痛苦在更多人身上发生 她希望托马斯能理解她的做法 托马斯没听懂 什么做法 然后她就知道了 原来特雷莎偷偷联系了WCKD 透露了反抗军的位置 詹森带着部队降落到营地 紧接着就是一场大狐杀 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 艾娃博士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把所有的逃走的年轻人都带到了飞船上 而特雷莎也站到了艾娃博士身边 到现在特雷莎还固执地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只要能帮助艾娃博士做出解疗 就能解救世人 但托马斯是死不从 他从怀里突然掏出之前老黑给的炸弹 他宁愿炸死自己也不愿再回去 而小伙伴们都站到了托马斯身边 他们愿意和托马斯共进退 是死不回WCKD 特雷莎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傻 而就在这时 一辆卡车突然冲了过来 原来是老黑偷偷驾驶的卡车 一头撞向了直升机 混乱之中反抗军的俘虏开始反击 詹森一拳打倒托马斯 他恨透了这个意志和他作对的臭小子 他拿枪准备崩了这个眼中钉 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 原来是苏醒过来的布伦达开枪救了托马斯 一直开枪射击的米诺被电击枪击中 也被抓走了 在飞船飞走之前 托马斯望着曾经亲密无间 而今站在对立内的特雷莎 一时间百感交集 第二天反抗军在收拾残局后 准备撤离到别的地方重来 托马斯却要和他们告别了 他曾经对米诺保证过 一定不会让他再被WCKD抓回去 所以他要去把米诺救回来 不光如此 为了以后不再有少年被抓 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那就是干掉艾娃博士 本来觉得托马斯是在以卵机时的大家 都被托马斯这番狡话打动 这么屌的事情当然都要参加了 在这个混乱纷杂的末日世界里 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即将迎来终章 科学家抽取男孩血液 经过特殊处理后 将其打入即将变异的女孩身上 却没想到下一秒竟撤堵沦为了丧失 看到实验结果再次失败 小美认为一定是血清量太少 于是她便打着拯救全人类的旗号 决心抽干更多免疫者的血液来提取解药 而作为曾经的同伴 明豪听到对方丧心病狂的想法后 心中的愤怒一下达到了 另一边 托马斯为了尽快救出明豪 与文斯驾驶着小货车疯狂朝着火车驶去 随后俩人来到火车尾部 小心翼翼地将钩子勾住铁栏杆后 托马斯立即跳上火车 可这时汽车前轮却突然爆台 差点就让文斯领盒饭 眼看钩子就要支撑不住 托马斯着急地让对方赶紧跳上去 关键时刻 文斯奋力一跃 幸好一切有惊无险 可这时一架敌军飞机又追了上来 好在此时屯伴及时赶来西域 俩人这才得以顺利爬上车子 确认豪免一折所在的车厢后 文斯赶紧安装炸弹 半拖着一声炙息 后方的车厢成功与火车断开 知道是同伴们前来解救自己 明豪开始大声呼喊他们的名字 这是豪尔驾驶的抢来的飞机出现 众人将四周固定好后 直接将整节车厢带了回去 眼看计划已经成功 众人高兴的心情易于言表 然而期望越多失望就越多 当他们打开车厢寻找一圈后 竟发现明豪并不在其中 这时阿里斯告诉众人 他们此行是被送往一座 淫为最后城市的地 所以米诺很有可能会被关在此处 晚上托马斯根据火车线路 果然找到一处地方 然而文斯却表示强烈反对 因为他们并不清楚那所城市的情况 作为幸存者首领 他不能因为明豪一人 而不顾一百多名幸存者的昂仁 托马斯听后也不好再强求大家 却也不甘心就此放弃 于是等到所有人熟睡后 他决定独自救出自己的好兄弟 然而当他抬头实境发现 纽特与坚果已经等他多时了 随后三人便一起踏上了 营救米诺的冒险之旅 根据地图的指示 他们需要经过一处隧道 可里面的环境实在太过阴森 但作为通往大本宁的必经之路 托马斯也只能主护坚果小心开车 然而还没等众人走出多远 就看到一只丧尸站在道路中间 塞尔托马斯刚刚说完 一大群丧尸就围了过来 尖锅剑撞立即猛踩油门 打算把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却一个不小心撞上车子 车子直接翻了个底朝天 可等到几人好不容易爬出 竟看到后方的丧尸已追了上来 他们只能一边对付丧尸 一边向着出口狂奔 却没想到前方竟也出现了一群 此时子弹已经所剩无几 就在他们以为无路可逃使 豪尔驾驶着车辆突然冲出 在布兰达的火力压制下 三人立即跳上车 这才成功逃出了丧尸隧道 随后根据地图的指示 众人成功找到大本人 然而接下来的荧幕 却让众人很是惊讶 这里竟然居住着 大量未被感染的难民 顾不上询问原因 众人赶紧来到队伍前方 静静地等待大门开启 殊不知詹森已经通过监控 发现了他们 并立即启动了高墙外的武器 一时间 人们被吓得四处逃窜 慌乱中众人跑进一条小巷 却没想到转身 就被一群蒙面人抓住 很快他们便被带到一处营地 但令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将他们带到此处的人 竟然是曾被一同困在迷宫中的盖里 得知他们要进入大本营 就出名号 盖里决定帮他们一把 这个有些丑陋的男人叫劳伦斯 是这里的首领 很明显他的身体 已经被丧失病毒摧残得不像样子 可他却有方法将他们送进高墙内 托马斯听后 答应对方事成后 将会帮他清除体内的病毒 面对对方给出的满意打鼓 劳伦斯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在盖里的带领下 三人穿过长长的下水管道后 成功来到大本营内部 然而进入城内只是第一步 最关键的还是如何进入实验室 随后几人趁着宵禁时间 躲进一处废弃大门 这时盖里表示 实验室每层都有扫描鱼 他也想不到能够偷溜进去的办法 就在众人感到束手无策时 托马斯通过望远镜 发现了曾经背叛过他们的小美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在第二天晚上 托马斯故意出现在马路对面 而发现后的小美立刻追了上去 最后俩人来到一处无人的地铁站 趁对方一个不注意 众人直接将他绑回了营地 在盖里的逼问下 小美表示实验室里 还有30名无辜的小孩 而明豪作为实验的重点对象 很快便要接受更加残忍的实验了 接着便提醒众人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只要他们靠近实验部 脖子后面的标记便会暴露他们的位置 托马斯索性直接让对方 将里面的芯片取出 然而就在这时 小美注意到了一旁的布兰达 没想到数月前被丧尸咬伤了他 如今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这让他对托马斯的血液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随后在小美的带领下 三人伪装成卫兵成功进入实验室 并顺利入侵了敌人的监控系统 很快他们便来到免疫者宿舍 在干掉所有安保后 众人迅速救出被困在此的所有人 却依然不见明豪的身影 这时小美通过电脑发现明豪已经被送去了医疗部 即将进行更加残忍的实验 随后三人进入电梯 眼看电梯门即将关闭 却没想到詹森突然出现 众人的心情瞬间紧张到了极点 好在很快便到达对应楼层 三人赶紧离开了这里 随后他们来到医疗室门口 可偏偏这时托马斯竟与小美争吵起 面对詹森的步步紧逼 小美一把将俩人推进房间内 紧接着按下关门键 来不及制止了詹森愤怒地拍打一窝 由于俩人并不清楚 明豪被关在两个房间 他们也只能不断高喊屯伴的名 关键时刻 纽特直接扔出另一雷炸弹 本以为场面已经得到控制 却没想到转身还是碰到了麻烦 俩人害怕地连连后退 关键时刻 明豪突然出现 成功发起危机 然而这时他们发现詹森已经追来 无处可逃的众人只好转身躲进了一间小屋 可房门被打开只是时间问题 三人也不得不考虑绝地求生 随后他们扛起铁管砸碎波 可以想到即将从如此高的地方跳下去 心中还是打起了退堂鼓 可这时房门已经被撞开了 众人顾不上恐惧 直接纵身一跃跳了 迎走时 托马斯得意地朝着詹森做出胜利者的手势 却丝毫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就在众人以为只能被抓时 没想到事情竟发生了很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众人心中很是疑惑 此刻迷宫F4终于重聚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赶紧返回营地了 然而此时的城墙外 所有的难民正蠢蠢欲动 准备冲进城中夺回他们的一切 而作为首领的劳伦斯则率先发起进攻 只见他毫不畏惧地站在装满汽油的车子上 高举着火把直奔城门而去 紧接着大量的难民涌进城中 与城内的安保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托马斯认为此地已经不再安全 接着便带着众人来到一处大楼内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尤特尽不知何时感染了丧失病人 很快就要变异了 看着眼前的同伴如此难受 佛马斯心中焦急万分却也无能为力 而此时的实验室 小美正在抽取托马斯的血液 将丧失病毒注入其中后 又把混合液递倒在锅片上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托马斯的血液不仅减缓了病毒的扩散 甚至还在杀死病毒 于是他立刻广播告诉托马斯这一节目 并要求对方可以回去与他一起拯救世界 然而当托马斯转头看向纽特时 竟发现对方已经完全变异 并开始疯狂地攻击托马斯 为了不再伤害同伴 纽特利用仅存的意识选择了开枪自杀 托马斯看着眼前死去的同伴 内心有些崩溃 或许是不想再看到有人感染死去 托马斯头也不回地冲向了大墓 没想到女博士早已再次等候 可就在这时一声枪声传来 女博士就这样死在了她的眼前 接着便看到詹森出现在眼前 随后托马斯便晕倒在了地上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小美在詹森的胁迫下正在抽取她的血液 原来詹森已经感染了丧失病毒 而控制托马斯 不仅仅是为了清除体内的病毒 而是想借此统治整个世界 就在她准备给自己注射解药时 小美趁机赶紧给托马斯解保 然而由于俩人太过认真 丝毫没有注意到詹森已经站了起来 为了抢回解药 詹森一把将小美扔出数据 托马斯健壮立马轰出将对方扑倒在地 随后俩人经过一番打斗 托马斯最终败下阵来 没想到这时两枚炸弹从天而降 趁对方还未站起身 俩人赶紧离开阵 随后他们跑进一间实验室 小美这时才发现对方腹部受伤 三星的赶紧找来杀布止血 可詹森很快就追了过来 为了掩护托马斯 小美只好拿出血清请求对方放过俩人 托马斯健壮立即解决的 朝对方扔血 听到身后传来玻璃破裂声音 詹森被吓到不敢乱动 接着两名丧尸便如恶狼一般冲向詹森 随后在小美的搀扶下 俩人最终来到天台 然而此时的天台已经被大火包围 整栋大楼已经岌岌可危 好在这时同伴驾驶飞机前来接应 看到托马斯被安全地拉进机舱 小美却表现得异常安静 最后所有人被带到一座美丽的小岛 并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且再也不用担心病毒与战争 本剧就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 谢谢家人们的支持 我们下部剧见